大家好,我是從韓國來的演員安普賢 高興見到大家 在那模特兒時期呢 就是有的時候你要走台路的時候 可是呢,大家之前可能會走到我的那個口袋裡面 因為我X太大了 所以那個口袋整個是鼓起來的 因為他之前有在節目上 表示說他的手好像比一般人 是特別的大 對,那這個我想問一下是說 他對於這樣子的大 可不可以給我們看一下是到底有多大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大手 對他的生活跟工作上是 有沒有什麼樣的優勢點 好像大概是28公分左右 你會要放下手 到處理囉 沒錯 相對的人比較喜歡的 其實,他很喜歡的人 可以看到眼睛嗎 然後在哪裡 這種獎金的獎金 就是一個有一點點 在模特兒時期呢 就是有的時候你要走台路的時候 你手可能要放在口袋里面 可是呢 大家实现可能会躲到我的口袋里面 因为我的手太大了 所以那个口袋整个是鼓起来了 所以这个算是 也不能算是缺点啦 总之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只是说 我的手并没有长得很漂亮 所以应该算是有点粗糙这样子 那不过在拍戏的时候呢 连我对手戏的人 反而觉得我的手大的关系 对他们 他们觉得很好 因为假设 我的手可能摸了你的脸 就在你的脸旁边 感觉像你的脸的变得比较小 所以就是他的对手戏的人 就会觉得还蛮好 还蛮不错的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 优点的话是优点吧